完成了,做得好 现在只需等等看了 哦,上课要迟到了 啊,我的咖啡 比我想象的还要好呢 是谁干的 哦,我们可能有麻烦了 他还带其他老师来 嘿,等一下见了 好的,先去看一下我的储物柜 这蠢钥匙怎么开不了 什么,那是什么 感觉有点不对劲呢 不不不,我不喜欢这个 啊,他来抓我了 盒子怪物 大厅里有一个盒子怪物 我还很年轻,不能死啊 嗯,太容易被吓到了吧 世界历史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图梗太赞了,我必须转发 有人没在听讲哦 我可不允许这样的事 Soy,把手机给我 规定你们都知道的 上课不准用手机 算了,就像我说的那样 等等,什么 我刚拿了他的手机啊 我说,不准用手机 OK,不,怎么可能 Zoy,我受够了 你违反了规定 现在就来接受惩罚吧 我的手机 我的计划成功了 首先给我的手机描边 然后剪切好 然后拿出热绒胶枪 确保把剪刀固定好 当然,我必须加一些裂痕 我希望它看起来 尽可能的真实 Zoy,手机还给你 我希望你能吸取教训 也许下次上课 你能认真听讲 我可怜的手机啊 嘿,等等 感觉有点不对劲 这是假的 它骗了我 其实,这个作剧很不错呢 好的,同学们 我来了 安静,准备上课了 今天我要准备一份惊喜哦 考试 太讨厌了吧 哦,是谁啊 看,我从某个学生那里 搜到了巧克力 OK,耶 我马上就来 对了,考试 开始写吧 来一场恶作剧吧 我们走 首先,让我检查一下大厅 安全 我来擦黑板 完美 就像没写过字一样 现在进行下一步 它肯定会很惊讶的 这个爱心真是点睛之笔 把它填满 看起来真不错 要确保把标记藏起来 耶 真是个完美的陷阱 它回来了 快回到座位上吧 干得好 嗯,刚才的巧克力真好吃 哦,黑板上的这个留言 好暖心哦 哦,同学们 真是谢谢你们 但是,只有老师能用黑板哦 哦,这是什么 他找到了 他看到留言了 这是谁干的 嗯,我也可以在黑板上写东西哦 不及格 送给你们两个 不 糖果时间最欢乐了 哦,客上不准吃东西 交给我 天哪 太不公平了吧 嘿,看看 看我袖子里有什么 把它也给我 啊,好了 真是太糟了 你们知道规定的 我受不了了 它那里有各式各样的零食 你知道吗 我有一个主意 嘿,听我的计划 太天才了 我来帮你吧 肯定会很赞的 抱歉,老师 能帮我看看这道题吗 好的,它分散了它的注意力 是时候把垃圾袋拿出来了 开口非常简单 开口非常简单 现在把它放回去 哦,糖果就在那里 你觉得你在做什么 原来你们打算骗我 回到你们的座位上去 你喜欢这种零食,是吧 嗯,进到垃圾桶里吧 计划成功了 零食从袋子里掉出来了 什么 你们两个 等等 不准带食物或饮料进去 好的 现在你可以进去了 这些孩子每天都在违反规定 不好了 老师正在收零食 他会拿走我的零食的 哦,我的手被卡住了 哈,那给了我一个主意呢 OK,拿出我的品客薯片罐 然后在上面贴上胶带 完美 现在加入零食 尽量贴满整个胶带 太赞了 两面都要贴哦 OK 希望这个计划能成功 把手伸进罐子里 纱布是最重要的部分 把它包裹在我的手臂上 好的 看起来很真实呢 哦 我在体育课上受伤了 嗯 让我看看 啊 对了 哦 我的手 哦 可怜的小家伙 进去吧 哇 你的手怎么了 朋友们 请稍等 没错 我把零食偷带进来了 哇 老兄 这是给你的 你也有哦 那么 你最喜欢哪些恶作剧呢 请务必在留言中告诉我们哟 对了 不要忘了和你的朋友们分享我们的影片 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还有更多精彩影片等着你呢 还有更多精彩影片等着你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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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